客人在海上左右搖擺 船家努力穩住船身 整艘船就像是海盜船 客人讀好中午从绿岛返回台东 富岗渔港 海上很多吐吐吐声 像在做渔教会这样 乘客说船身剧烈摇晃 在船上根本坐不住 海浪道道会整个人弹起来 还有许多乘客当场晕船呕吐 随台风靠近外围环游影响 东部海域出现明显风浪 台东富岗渔港外侧的海浪 已经出现三公尺的浪花 台东往返绿岛和蓝宇的船班 二号中午过后 也全面停止四天时间 港区的渔民也开始做防台准备 渔民提醒船员 注意绳索的长度 才能够将船只牢牢绑在一块 台风杜苏日7月来临时 就曾经造成港区的船只 被浪打到沉没 渔民就怕再出现灾损 忙着加固船身 小群台风暴风圈 朝着东部还有南部方向前进 屏东东港往返沿浦的船班 三号开始暂时停止 往返小楼秋的船班 则是四号下午一点半过后 全面停航 一直到六号才会根据天气状况 决定是否要重新开航 今晚王晨宁刘坤如谢宏